咱们今天来讲讲发生在四川一龙县的一桩命案 05年9月25号上午10点半左右的时候 一龙县警方啊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打电话的呢是一位老人家 这个老人就说呀 他呢刚才准备出门 往楼下走的时候在楼道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 可把老人家吓坏了 让警察赶紧过来看看 警方很快就赶到现场了 到那一看就只见有一个纸箱子 放在一楼拐角那儿 箱子上边呢盖着一件蓝色的雨衣 就在警方打开箱子的一瞬间 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 纸箱里面呢竟然是一具女尸 是一具残缺不全的女尸 没有双手 没有脑袋 一龙县警方 这些个年都没遇上过这么恶劣的碎尸案 于是啊 警方立刻封锁现场 对这案件呢展开调查 现在尸体残缺不全呢 没有头颅 不知道死者是谁 所以警方首先对整栋居民楼进行仔细勘查 结果呀 在四楼到五楼转角那儿 又发现了一个纸箱子 也打开纸箱子 哎这里边是其他缺失的尸体部位 这俩纸箱子存一块 这就是一个呼伦个的尸首 现在找到全部的尸体了 警方呢立刻对报案人进行询问 这老人家就说 我呢跟往常一样出门倒垃圾 我走到一楼的时候啊 我看多出来这么一大纸箱子 我也好奇 我就掀开了一角 当时也下着雨呢 楼道里边啊光线也不好 我第一眼呢 我以为是谁把肉给放这儿了 仔细这么一看 竟然是尸体 我这赶紧回家里边 打报警电话去了 警方跟老人呢 再三的确认 这纸箱子前一天在不在这个地方 这老人呢 一再保证说 昨天肯定是没在这儿 这纸箱子又被人分别放在一楼和四楼 各位您想想 一般杀人分尸都是为了抛尸啊 那抛尸没见有抛在居民楼楼道里边的呀 你都是抛到远处啊 僻静的地方 别人不容易发现的地方 你在人来人往的楼道里 这不一下就暴露了吗 这不是正常抛尸所应该有的行为啊 所以警方推测 凶手啊 应该是时间很仓促 来不及抛尸才这么做的 那么凶手杀人的第一案发现场 很可能就在这栋楼里 法医呢 对死者也进行了尸检 最终推断出 受害人的死亡时间 是在老人发现尸体前的一到两个小时之间 这个结果 也印证了警方的推断 老人发现尸体之前一到两个小时 受害人才刚刚惨死 那么很可能这案发现场就在这楼里啊 于是警方对这栋楼的住户展开了挨家挨户的走访摸牌工作 这居民楼是老式居民楼 过去那种楼梯房 一共就那么五六层 加起来也没多少住户 民警啊 足足询问了两个小时 但是一无所获 不过好在 现在尸体是完整的 警方呢 立刻根据尸体的样貌 画了一幅死者的肖像 拿着这肖像画 进行再次询问 如果是这楼里的住户 那邻居们肯定认识啊 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女人 只是有人说呀 好像在小区里边见过她 至于住在哪儿 叫什么姓氏名谁 这真不知道 那有没有可能 死者不是住在这栋楼 而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其他楼洞里呢 警方啊 立刻扩大范围 把目标从这一栋居民楼 转为了整个居民小区 在小区里面进行大范围的走访调查 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说 嗯 有印象 应该是见过 但不认识 住哪儿不知道 就在警方询问工作 陷入僵局的时候 有一个邻居突然想起来 哎 对了 他好像是哪个单位的职工 我在那个单位啊 我见过这个人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警方立刻开车 赶到了这个单位 跟这单位里的职工进行确认之后 死者的确是他们的同事 同事们说呀 死者呢 叫汤奇 三十六了 已经结婚了 女儿都已经十四岁了 警方就问同事们呢 他平时有没有跟谁有过矛盾呢 他平时住哪儿啊 他家在哪儿啊 同事们就说呀 没听说过 他跟谁结仇结怨 至于你们说的那个小区 他不住在那个小区里啊 嗯 他不住那个小区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小区呢 为什么 有好多邻居都说对他有印象呢 又为什么 会遭人杀害呢 命案 一般还是那三大可能性吗 情杀 财杀 仇杀 警方根据现有线索判断 初步排除了 唐齐被人劫财的可能性 因为发现他失手的时候啊 手上还戴着一块手表 还一枚金戒指呢 这要是财杀的话 不可能不带走这两样东西 都挺值钱的 那不是财杀 有没有可能是仇杀呢 查来查去 仇杀的可能性 也很小 因为唐齐的同事们都说 他呀 为人特别的和善 跟谁都不发生矛盾 也没红过脸 那现在排除了财杀 仇杀 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情杀了呀 警方呢 立刻对唐齐的丈夫 展开问询 面对警方询问 一开始唐齐的丈夫说话呀 支支吾吾的 就说我们夫妻感情很好 没有任何感情问题 但是 在警方一再询问之下 一再劝导之下 丈夫 这才说出实话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远远没有外人 看起来那么好 那这段婚姻背后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在警方的一再劝解之下 丈夫才说出了实情 他们夫妻的感情 远远没有表面 看起来那么恩爱 那么幸福 原来呀 近几年 唐齐 一直跟一个叫柳成鹏的男的 来往挺密切 这丈夫呢 之前为了面子 这说出去 这不家丑外扬了吗 多丢人呢 告诉别人自己戴上一顶绿油油的小帽 啊 所以 一直不愿意说出实话来 从这 汤齐 丈夫嘴里 得知了柳成鹏这个人的名字之后 警方立刻 对这个人展开调查 哎 这一查 查出重点线索来了 这柳成鹏的家呀 就住在 发现尸体的 那栋居民楼里 您各位该说了 之前警方不是对整栋居民楼住户 都进行走访摸牌了吗 怎么就没发现这柳成鹏啊 因为警方 在进行第一轮询问的时候 柳成鹏正好不在家 警察敲半天门也没敲着 这才让柳成鹏 逃脱了警方的排查 于是 民警第二次 来到柳成鹏家 咚咚咚 这回家里边有人 开门的呀 不是柳成鹏 开门的 是一六七十的老大爷 警方一问 您贵姓啊 您跟柳成鹏什么关系呀 这才知道 这老爷子呀 是柳成鹏他爸爸 民警啊 进到柳家之后 就问老柳 你认不认识汤琪呀 这老柳呢 可淡定了 我认识 警方呢 要在柳家 进行搜查 这老柳 也挺淡定 也没拦着 搜吧 你们该怎么展开工作 就弄你们的 在对柳成鹏家 进行大规模 排查之后 尽管表面上 看着挺干净 整洁 但是在几处 细微的地方 还是发现了一些血迹 所以柳成鹏家 应该就是命案的 第一案发现场 现在案发现场 和受害人 都已经找着了 那么 这凶手呢 犯罪嫌疑人的柳成鹏 去哪了呀 正当警方 对老柳进行询问的时候 收到了一条消息 原来啊 柳成鹏 自己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了 抓案组的民警 立刻返回公安局 对柳成鹏 展开审问 根据柳成鹏交代 03年下半年 他认识的汤奇 汤奇比他大六岁 怎么认识的呢 俩人都下打牌去了 这么着认识的 几次接触下来 柳成鹏对汤奇 印象挺好 汤奇啊 长得挺漂亮 性格呢 也挺柔和 其实不光柳成鹏 喜欢上了汤奇 汤奇 也看上柳成鹏了 当时也赶上一个契机 什么契机啊 柳成鹏的爱人 和汤奇的丈夫 都不在家 都在外地打工 等于柳成鹏和汤奇 都是一个人 这就给俩人的交往 提供便利了 一来二去 俩人可就交流到床上去了 一开始俩人说好了 只是约会 只是享受这份生理上的快乐 但是不能破坏对方的家庭 可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 俩人不光是在生理上需求对方 在感情上更需求对方 有点难舍难分了 一天不见这心里边啊 嘿 那抓心脑杆的 但只包不住火 世界上没不透风的墙 你俩这种情人的关系 你不可能一直瞒下去 两个人的关系维持了一年多 就被汤奇的丈夫给发现了 丈夫得知这事之后 那肯定轻饶不了他们呢 气得都不行了 扬言要杀死柳成鹏 最后啊 是汤奇的妈妈 在这老丈母娘的哀求之下 这丈夫呢 才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 但是这怒气 那也得找地发泄出去呀 就都发泄在汤奇身上了 把汤奇这一顿打呀 打得跟踩过似的 还让汤奇呢 写了一份保证书 大致内容 就是保证自己 以后再也不和柳成鹏来往了 本来丈夫感觉写了保证书了 那就没事了 他对自己的妻子是有感情的 还是愿意相信妻子的 可没想到 汤奇就是嘴上答应答应啊 身上的伤刚好了一点 立马就找着柳成鹏了 俩人又是一顿亲热 亲热完之后 这汤奇一把鼻涕一把泪 就说了自己丈夫殴打自己的事情 这柳成鹏也挺感动 你看为了我啊 在家里边挨了这么一顿打 打这么惨 打完之后还愿意来找我 这是离不开我呀 他爱我呀 我也得对他好啊 就这么着 这汤奇丈夫这一顿打之后 汤奇跟柳成鹏啊 不光没分开 反而更恩爱了 更加谁都离不开谁了 甚至 有一回 情到深处的时候啊 这汤奇 也是情绪激动之下吧 就跟柳成鹏说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 哎呀 没想到没想到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汤奇把自己算是送上死路了 您各位该说了 俩人感情好 女人愿意给这男人生孩子 那这不正是感情的体现吗 啊 这不正是表明自己的一个心意吗 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男人哪怕不同意要孩子 啊 感觉养孩子费劲 那好说歹说 慢慢商量去呗 实在不行 做掉不就得了吗 那为什么要杀人呢 这背后啊 还有这一段隐情呢 这柳成鹏啊 表面上看去外人都感觉 家庭挺幸福 其实这柳成鹏家 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跟孩子有什么关联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柳成鹏家 在平静生活的背后 也隐藏着一段秘密 早在柳成鹏跟他妻子结婚之前 他的妻子就有过一次意外怀孕 当时柳成鹏呢 不想结婚这么早 就让妻子把孩子打掉了 你看结婚之前有孩子 不想要打了 可是九五年结了婚之后 再想要吧 怀不上了 足足两年都没怀上 柳家也在山村里面 就急着要孩子 哎呀 急得都不行了 怎么才能再怀孕呢 两个人到医院检查 医生就说呀 嗨 你们当时 为什么那么冒失的 要把孩子打掉啊 正是因为之前那次流产手术 做的不算那么成功 这才导致柳成鹏的妻子 终身不孕 柳成鹏这一下 整个人就跟让雷轰了似的 整天抬不起精神来 就觉得对妻子啊 特别的亏欠 后来也有人劝他 你看 你老婆也生不了孩子 不行 离婚再找一个吧 柳成鹏 可不愿意这么干 不行 他生不了孩子 我也不能跟他提出离婚 我不能对不起他 这柳家呢 在村子里边啊 算是挺富裕的一家啊 早早的 就盖起了楼房子 哎 这房子一盖起来 好些个村民们 看着眼红啊 羡慕嫉妒恨啊 这一羡慕嫉妒恨 哎 就总想着 在什么其他方面 我坑他一下子 毁他一下子 啊 这就像网上人们总说的 又怕兄弟过得苦 那更怕兄弟开路虎啊 你们家日子不过得好吗 嘿 我就让你这日子呀 没那么痛快 不是生不出来孩子吗 听我给你编造点谣言出来吧 于是村子里边就流传着 柳成鹏两口子的风言风语 一开始面对这些风言风语 柳成鹏也不说什么 轻者自轻嘛 人家呢 也努力工作 努力挣钱 后来不在村子住了 在县城里边买了套房子 直接全家都搬到县城里 远离了村子里边的流言蜚语的 您各位该说了 那这柳成鹏的老婆生不了孩子 他应该想要孩子呀 怎么这 汤其一说要给他生孩子 这还自己走上绝路了呢 您听我说呀 确实是这么回事 柳成鹏确实想要这孩子 但如果汤其最早 没跟他说这事 如果没有后来汤其的那些事 这柳成鹏啊 就会感激汤其一辈子 而正因为有了后来的那些事 哎呀 这柳成鹏 痛下杀手 什么事啊 要孩子的事呗 汤其一说 要给柳成鹏生孩子 柳成鹏太开心了 但是总感觉在县里面呢 不好避人耳目 05年1月份 汤其和柳成鹏都以外出打工为由 离开了伊隆县 到深圳同居去了 到那人生地不熟 谁也不认识他俩 几个月之后 汤其就怀孕了 柳成鹏无比的开心的 马上要当爸爸了 这时候汤其说 为了养胎 也为了不让自己丈夫怀疑 我得一个人先回老家去 柳成鹏也觉得这样是对的 就同意了 但没想到 汤其回家一个多月 突然给柳成鹏发了一消息 说自己在家那边啊 又找了一份工作 每天上班下班路上颠簸 对肚子里孩子不好 他又不想放弃工作 咱要不把这孩子打了吧 柳成鹏听到汤其想打孩子 这些年要不上孩子的 这些一幕一幕的画面 哎呦 都重新上演了一遍 跟过电影似的 柳成鹏急的呀 立刻返回了一路 可是 当找到汤其的时候 又看到了一幕 汤其正搂着一个男的的胳膊 走在路上 俩人说说笑笑 那个亲密啊 好啊 你跟我到深圳同居去了 怀了我的孩子 后来你说回老家 这才一个月呀 你就另结新欢呢 柳成鹏见着之后 嗷喽一声大叫 汤其 站住 汤其当时也愣了 搂着的那男的 回过头来看见柳成鹏了 一看情况不对啊 马上甩开汤其就跑了 柳成鹏呢 也没跟汤其再多说一句话 朝着汤其的脸 啪就是一个嘴巴 然后也离开了 2015年9月25号 也就是案发这天 一大早上 汤其给柳成鹏打来一个电话 说咱们俩分开吧 咱们这段感情 也该结束了 柳成鹏喜欢汤其 舍不得分开 不同意 再有他还总幻想着 汤其能给他生孩子呢 他现在最大的执念 就是想要孩子呀 于是柳成鹏 把汤其约到自己家里 想挽回汤其 但汤其现在结了新欢了 有了新男友了 就是想分手 非常的坚决 根本不给柳成鹏任何挽留的机会 一点活口都没有 就得分 为此 柳成鹏跟汤其 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之中 汤其还说了 你要是不答应分手 我今天就不走了 等你爸爸和你老婆回来之后 我就把咱们的事告诉他们 你不是一直维持着一个居家好男人的形象吗 你不是一直维持着一个好儿子好丈夫的形象吗 我让他们看看你的真实面目 一听这话 柳成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了 一把把汤其推倒在地上 狠狠掐住汤其的脖子 直到汤其不再动他 后来趁着自己的家人还没回去 残忍的把汤其的头颅和双手割了下来 本来想碎尸完之后再进行抛尸 但是一看时间来不及了 眼瞅着父亲和老婆就要回去了 这事就要暴露了 草草的收拾了一下现场 把这尸块分装在两个纸箱子里面 其实这纸箱子封的还挺严实的 想着先放在楼道里 趁家人不在的时候再出去进行抛尸 可没想到还没等把这俩纸箱子进行转移呢 就被报案人那个大爷给发现了 2006年5月30号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 法院认为柳成鹏虽然有自首情节 但案件性质恶劣影响深远 因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柳成鹏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咱们今天来说一起诈骗案 现在大家买东西啊 尤其买点什么大件啊 买个车啊 买个房啊 喜欢在网上找找价目表 好好的比比价 除了这个之外 有一些服务也是有价格的 不知道大家前几年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价目表 叫女明星陪酒价目表 就是让女明星陪着你吃顿饭 得花多少钱 反正上边写的有鼻子有眼的 有名啊 有价格 其实咱们知道啊 这流传的价目表都是假的 但是当年一爆出来之后 那家伙 哎呦 举世关注啊 都在想 这是不是真的呀 我花这么多钱 真能跟女明星吃饭吗 对于咱们来说啊 也就是想想啊 真说二十万三十万 假如说真有女明星陪你吃饭 我没那么多钱呢 再者说了 即使有那么多钱 你陪我吃顿饭 你要那么多啊 我二十万三十万 我出去买肘子去 我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不过对于很多富豪来说 他就不这么想了 哎 真花个二三十万 就能跟女明星吃顿饭呢 那我这钱我花得起啊 当年呢 福建有这么一个富豪 叫林霜 他呢 2012年10月份 到了北京之后 就问他一个北京朋友 呃 明星们听说一大半都在北京呢 是吧 我呢 在网上也看见有这么一架目表 谁谁谁 陪吃饭多少钱啊 这真能让明星陪吃饭吗 这朋友就说了 嗨 这有什么难的呀 我马上给你搞定啊 这个朋友立马拿出手机 哒哒哒哒哒 就打了一个电话 当天晚上 一个女明星就过来了 这个女明星 说是明星 演过什么电视剧电影呢 反正也没看过啊 不过确实身材好 长得漂亮 吃饭的时候 推杯幻展之间 那是眉目含情啊 这个女明星叫什么呢 说叫王宇墨 吃完饭以后 王宇墨跟林木霜啊 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 林霜呢 也想着 我呢 平时啊 主要重点全在做生意上了 电影电视剧啊 综艺节目啊 看的少 这些小明星 年轻明星 确实咱也不知道 没见过 这很正常啊 这林霜啊 又赶上刚刚离婚 所以啊 回到福建之后 就保持着和王宇墨的电话联系 这王宇墨呢 倒是非常的主动啊 好多回拐弯抹角的啊 明示暗示的 就问这个林霜 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那这王宇墨怎么这么热情呢 因为这林霜啊 确实有钱 有钱到什么程度 咱们平时一说谁谁谁 啊 七位数的身家 了不得了吧 八位数的身家 哎呦 这人我都没见过呢 九位数的身家 那都是在新闻里边的 这林霜 人家十位数的身家 各位 咱们可以好好数数 人到底趁多少钱啊 因为林霜这么有钱 他就觉得王宇墨这么主动啊 呃 肯定是有他的目的 因为王宇墨 他就是个不入流的 不出名的 三流小明星 跟自己弄这么热乎 那无非就是看上我的钱了 林霜呢 也就搪塞他啊 嗨 如果你要是中央领导的女儿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其实这句话呀 就是告诉他 你别找我了 咱俩也就这样了 那你别动什么歪心思 林霜本来是想用这句话 打掉王宇墨的念想 可没想到王宇墨那边 一听说之后啊 不仅没有惊讶 不仅没有失落 反而一乐 哎呦 你这不说着了吗 我一个姐姐呀 就是某国家领导人的小女儿 甭管是年纪还是经历 都跟你挺般配的 要不要我把她介绍给你啊 林霜这时候啊 大脑飞速旋转 真的假的呀 不过说回来 这姑娘整天的混在京城娱乐圈 认识个把中央领导的子女们 这也不足为奇 要是通过她 能够认识到更上层的人士 这倒是一条捷径 当时这林霜也变得热情了 哦 是吗 好啊 好啊 那有时间呢 请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吧 林霜呢 说完之后啊 也没太在意 反正这事是真的 那就见见 那最好 如果是假的 没有这么个人 那也无所谓 林霜原本以为 王宇墨就随便说说 可没想到 11月底的一天 王宇墨呀 直接就飞到了福建 就跟林霜说了 哥 我给你介绍的这朋友啊 叫艾缝 是前国家领导人的小女儿 去美国读完研究生之后 在美国自家的公司 工作了几年之后呢 就嫁给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不过俩人婚后感情不和 前段时间刚离婚 他想回国找个真心爱他的人结婚 各位 就说的这段话 这要放到今天的网络社会 一听着就是假的呀 哦 这还是比尔盖茨的前妻呢 比尔盖茨老婆是谁 满世界都知道 上网百度一下啊 门清 你能看到的各种消息 可能比尔盖茨他老丈人都没看见过 不过当时是2012年 虽然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 但是对于林双这种啊 生意人来说 平时呢 这种八卦新闻呀 绯闻呀 了解的又少啊 他呢 还真不知道 比尔盖茨他媳妇是谁 当时一听 他就问这个王雨墨 来 你等等 他多大呀 这么大事 怎么没见电视上报道啊 你看他这还等着电视新闻上报道呢 结果呀 这王雨墨就说了 比尔盖茨要在咱中国做生意呀 得通过艾凤姐打开中国市场 不过艾凤姐才32岁 俩人性格不合 过不下去 这才分手的 这样的事情啊 当然是绝密的 哪能报道啊 这么一说听着就很合理了 是吧 林双呢 也觉得 嗯 合情合理 人家有道理 赶紧呢 就找出来自己最帅的照片 还有自己的一些资料 就交给了王雨墨了 妹妹 那这事 可就靠你了 随后 王雨墨 就赶回了北京 林双啊 就在这等着吧 左等 右等 一天 两天 怎么爱缝 还不找我呀 爱缝啊 缝啊 等了这么十几天以后 王雨墨从北京打来电话 哥 我爱凤姐啊 看了你的照片和资料了 特别满意 同意跟你见面 你马上飞过来吧 林双一听 哎呦 我的缝啊 我终于找到了 我要去见你了 12月8号 就飞到了北京 当天晚上 在王雨墨的精心安排之下 他们呢 在北京国贸附近 找了一个高档的会所 大家都知道 北京国贸附近 就CBD那块啊 那是最繁华的 最高档的地方啊 这林双啊 总算是见着 心心念念的爱缝了 那一瞬间 林双啊 那是意乱情迷 甭说人家爱缝啊 家庭身世了得 你你把这些都除了 你就光看人这长相气质 那就没挑啊 你就看人这身材啊 什么叫凹 什么叫凸是吧 当然人这凸的不是头发凸啊 长的那小脸 哎呦 精致极了 特别的美 然后人还不是浓妆艳抹 稍微的淡淡的化了一层淡妆 真漂亮 显得很优雅 长相气质 一点不亚于现在的 顶级女明星 这林双啊 心里边可就在那 响入飞飞了 当时脑子里边 就想起了一句歌啊 天桑掉下个林妹妹 这家伙掉的哪是林妹妹啊 这是掉下来一疯荒啊 这这这 就就就看上我这么个老乌同树了吗 啊 要知道 人这美女不光美 既是原国家领导人的掌上明珠 又是比尔盖茨的前妻 那人家吃过酱过啊 既知道顶级的权利是什么样 又知道顶级的富贵是什么样 这林双啊 惊喜的这小心脏啊 那是砰砰直跳 咚咚咚咚咚咚咚 不过毕竟啊 林双是生意人 酒精沙场 也有疑虑 真的假的呀 这好事真能让我给撞上 人凭什么看上我的呀 哎呀 他这一有疑虑 爱缝呢 也看出来了 他有意无意之间呢 就拿出来了一个 特别特别奢华的品牌的包包啊 到底是什么AOV啊 还是什么的 咱就不知道了啊 这是一钱包 往桌上这么一放 这钱包啊 是打开的 这身份证呢 就夹在钱包里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习惯 那身份证呢 会夹在那个 有一个透明的塑料薄膜的 哎 那个小口袋里 这样你一眼就能看见这身份证 这林双啊 仔细的这么丑了丑 你还不能说是拿过来 我看看吧 你哪年哪月 哪号生的啊 你家住哪 那不行 你得装作不经意间 哎 在那看了一眼 一看这地址 呼 了不得呀 啊 是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74号中南海新华门9号巴士 这家伙跟我家门牌号差不多 除了人家这写的是中南海新华门啊 多少号多少号屋 出生日期呢 是1982年8月8号 而姓氏跟某位前国家领导人是相同的 这艾缝啊 看见林双看自己身份证了 这时候又有一招顺手 把手机就递给林双了 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和宇墨拍一张合影啊 林双这么一看 这表现的机会我可得把握住了呀 拿过来手机咔咔咔拍 其实啊 一边拍 一边呢 他就跟这艾缝说啊 我看看啊 我看有什么拍摄效果 给你们拍的更好看点 在所谓的查看拍摄效果的时候 其实啊 是在那翻相册呢 网上翻了好几张 然后就看见了一张艾缝 与那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林双不懂声色 艾缝也没说什么 拍完了照片 艾缝拿过来 一看挺好挺好 那什么 过两天呢 我就回美国 要处理那边的一点事情 顺着这话题 三个人呢 可就聊起了艾缝的前夫了 你要说是别人的前夫啊 可能林双插不上嘴 因为咱不知道人是谁 这家伙艾缝的前夫 我能跟你聊聊啊 我毕竟用他家电脑啊 是吧 一聊到这些啊 艾缝呢 还在那很感伤啊 就聊起了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和比尔盖茨谈恋爱的一些经历 就诸如说吧 哎呀 盖茨这人哪哪哪都好 平时呢 就是睡觉之前的不爱洗脚啊 反正他当然人说的不是这个啊 就都差不多吧 但是林双就总觉得还是不太对 明星范的艾缝啊 跟那位国家领导人相貌差的太多了 长得是一点也不像 他就试探着问 艾缝小姐 您的相貌这么出众 和令尊的长相不太一样啊 这时候啊 王宇墨解释了 哥 其实艾缝啊 是个试管婴儿 身份特殊 需要保密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哎呦 林双一听这可了不得了 我现在掌握了国家机密了 哈哈 哎呀 那没问题啊 我肯定不乱说呀 原有的几个顾虑都被打消了 加上艾缝的衣着 随身的装饰品 那都是国际的顶级名牌 林双是深信不疑 就这么一顿晚餐结束之后 这林双和艾缝可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了 那么这个艾缝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上期节目啊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林双就初步的和那艾缝确定了恋爱关系了 当年12月9号 艾缝和王宇墨就来陪林双一块逛街 这是林双要表现自己的机会啊 这俩美女夸着胳膊在那聊着天 这林双啊 这小心脏是咚咚咚咚啊 引着林双呢 顺路就来到了一个商场 就在一个名表专柜前面可就停下来了 林双一看这好事啊 只要有艾缝喜欢的那就行啊 于是呢 就给艾缝和王宇墨各买了一块价值45万多的卡地亚手表 这还不算完呢 买完表之后又给一个人买了一件皮衣 这一件就是三万多块钱 这买东西买完了三个人呢 又去了一家顶级医疗美容会所做美容去 要不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的 就这仨人去那买了一块绒 可就付了六万块钱 反正我能想到的啊 好的美容方式就是买瓶大宝啊 这家伙大宝明天见买六万块钱大宝 我这一辈子我都见不过来啊 买买东西 美美容吃吃饭 一百万呢啊 这就算花进去了呀 对于咱们来说 说给我一百万 你一年之内给他花完了 我都得想想 这要不买房不置地 怎么才能给他花完了 人家一天也没买什么东西 哈哈 轻飘飘的花完了 第二天 王宇墨呀 就跟林霜说 哥 艾凤姐呢 急着要回美国处理那边的事情 他对你特别满意 但是你得表示出来你的诚意啊 哎呀 怎么表示诚意呢 后来林霜想来想去 诚意 那只能看给多少钞票啊 钞票越多 这诚意越重啊 当天下午 林霜就交给了王宇墨一个运动包 这包不值钱 但是那包里边的东西可值钱 什么呀 人就是钱 一百万的现金 林霜啊 很轻松的就说 哎呀 宇墨妹子 女人的事情啊 我不懂 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你们自己买点礼物吧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艾凤呢 哥 你别着急 艾凤姐啊 处理完美国的事情 就会赶回来和你相见的 林霜呢 就回到了福建 那是白爪挠心哪 就在那等啊 等了一天两天 一等就等了一星期 让他兴奋的好消息 可又传过来了 王宇墨打电话过来 哥 艾凤姐21号从美国到香港 他邀请你到香港 一起过圣诞节呢 哎 哥 12月21号 可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呢 这种特殊的日子 只能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 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 你可得珍惜机会啊 林霜一听 哎呦 这太好了 他拿我当回事 他心里有我呀 才想跟我一起过世界末日啊 赶紧从朋友手里拿了一张银行卡 就赶到了香港 从这个所谓的世界末日预言开始的12月21号 到平安夜的12月24号晚上 这林霜啊 感觉还真是快末日了啊 陪着这两个美女在香港那是灰金如土啊 大家都知道香港就是一个消费的城市啊 先后买了诺基亚的高端手机两部啊 那时候诺基亚厉害啊 他这手机呢 就是那种带点皮壳的 我总感觉有点像现在8848那个外形啊 呃 一会我也会把照片放到下面 大家呢 也可以看到 当时这款手机 虽然是属于诺基亚的 但是是当时全世界最知名的奢侈手机品牌之一 普通版的一般就得卖十几万 最贵的可以达到90多万一部 现在大家买苹果去 你也买不着90多万的呀 除了给这两个姑娘各买了一部手机之外 还给他们买的纯黄金的那种龙形的装饰品 就那种摆件 还一人一枚钻戒 一人一条钻石项链 以及高跟鞋 香奈尔的包包等等物品 四天的功夫 林霜在香港刷卡就刷了298万多 即使这样 林霜还觉得 我这付出都是值得的 以后我有一个老丈人 有老丈人我还怕什么 这不就几百万吗 林霜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 身材稍微的有那么一丢丢的发福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加上林霜的个子也不高 所以跟漂亮的爱凤走在一起 总是自残行贿 王宇墨这时候可给他出主意了 哥 你先到美容院抽枝 再整容 你就照着刘德华的样子去整 林霜当时一听脑人都疼 我照刘德华样子整 我俩长得 有那么一丢丢相似的地方吗 除了都是个男的 对吧 2013年1月6号 爱凤和王宇墨就陪着林霜 到了北京国贸附近一家美容院抽支 林霜花了120万 办了一张会员卡 2月9号 也就是除夕 俩人带着林霜来到另一家美容院 做了面部整容手术 这一台手术花掉了224万 3月22号 林霜又到北京 你光做完手术 你不得做美容吗 你得完善 小细节 是不是 你得给他抠得利索了 抠得自然了 这一次美容又花了93万 4月10号 林霜又做了额头西枝 脸部霉蛋白线等等美容项目 花了290万 先后四次整容美容就花了800万 把能整的地方差不多都整完了 确实啊 有那么一丢丢像刘德华了啊 5月11号 林霜想到自己连买礼物 带整容 这花进去1000多万了呀 我应该可以见着我未来岳父了吧 可没想到爱凤告诉他说 老爷子呀去南方度假了 等回来再说吧 咱们先去定制结婚的装饰品和服装吧 无奈之下 林霜就跟着爱凤和王雨墨那逛去呗 既然他愿意结婚就行啊 他老爷子那一关应该也能过吧 先到了北京东四环附近的一家玉器店 花了75万 买了三个玉镯子 又到北京三里屯的一个商场里边 定制了结婚服装 花了54万多 可后来呀 林霜是越花钱 这心里越不踏实 1000多万都花出去了 连岳父的影子也没见着呀 林霜回到福建以后 静下心来 把前前后后的事都想了一遍 总感觉不对劲 突然呐想着想着 他自己都乐了 唉 我呀 精明了半辈子 总想着攀龙赴凤 我这半年呢 别说了 让这俩姑娘给骗了 所以2013年6月8号 林霜就报了警了 6月18号 艾凤和王雨墨在浙江金华落网 此时 林霜才知道 这王雨墨哪是什么女明星啊 名字也不叫王雨墨呀 真名叫王秀娟 艾凤呢 真名叫林小娇 俩人对外的身份呢 其实都是平面模特啊 连三流明星者都算不上 在林小娇的住处 警方还搜到了13张假的身份证 其中一张的姓名就是某艾凤 其他身份证啊 那些名字各式各样的都有 他呢就借着这假身份证假名字 给自己啊 包装成各种各样的身份 有时候人家是影视红星 有时候是歌星 有时候是主持人 有时候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明星 这回最狠 全国家领导人的女儿 至于林霜花出去的钱 警方查明 一开始 林霜送给艾凤的100万 让俩人分了 到香港买的那些礼物呢 后来这俩人啊又回了一趟香港 把大部分东西啊就都退掉了 此后花800多万做的那四次美容呢 是他们俩和美容机构联手设下的局 这两个人拿了659万 75万买的那手镯 他们也退了 拿到了72万 当然所谓的结婚服装也都退了 而这场骗局的起因呢 就是王宇墨 也就是王秀娟 得知林霜呢 刚离婚 所以呢 他打算呢 我就跟林霜过得了 我当他的情人吧 但他付出一切之后 这才从电话里 听到林霜的真话 说我想找个中央领导的女儿 嘿呦 这一句话 把出身贫寒的王秀娟 憋得是直翻白眼啊 但是放下电话 回到出租屋之后 一见到室友林小娇 突然没开眼笑 哎娇 走 我再给你半张身份证去 这回啊 你有个新身份 你要当中央领导的千金 仅仅有这个身份还不够 咱俩得合计合计 这世界上谁最有钱呢 这要是放到现在 那指定就得让这艾凤 当马斯克的前妻 对吧 可是当时最有钱的就是比尔盖茨 那你就当比尔盖茨前妻吧 你怎么能当比尔盖茨的媳妇呢 你得留学美国 行 就这么定了 一场匪夷所思的骗局 就此展开 2014年12月20号 福建省高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以诈骗罪判处王秀娟 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100万 判处林小娇 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80万 咱们今天来说说什么案子呢 来说一个最近一段时间 备受关注的四川南冲杀人案 这事啊 还得从2020年说起 2020年6月2号早上6点左右 家住四川省南冲市的岳女士啊 早上起来 正在厨房里边忙活着做早饭呢 这时候 咚咚咚咚咚咚 就有人敲门 听这敲门声啊 显得还挺急切 岳女士也纳闷 这大早上的谁来敲门啊 这时候打开门 这么一看 门口啊 站着一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 双手手背上 可都沾着血呢 脸上 还有那小鞋点 这岳女士一瞅这女孩 认识啊 这是邻居顾某的女儿 叫灵灵 灵灵见岳女士一开门 立马就在那跟岳女士说 婆婆 我妈妈被人杀死了 灵灵一边说着 浑身啊 都在那发抖 岳女士赶紧把灵灵 就领进 唯一把 就把灵灵抱在自己怀里了 灵灵别怕 婆婆在这呢 别怕别怕 随后岳女士 赶紧叫醒了自己的女儿 因为早上这才六点来钟 女儿呢 还在呼呼睡着呢 岳女士的女儿听说之后 当时啊 也被震惊了 赶紧就报了警 接到报警电话以后 警察和医院的急救医生 立刻就赶到了灵灵的家 但是到了灵灵家的时候 灵灵的妈妈 顾女士已经死亡了 警察首先就得问灵灵啊 你知道是谁杀的你妈妈吗 灵灵说 我知道 是屈叔叔 后来经过证实 灵灵口中的屈叔叔屈某 是顾女士的前男友 命案呢 发生在凌晨五点半左右 灵灵是目睹了一切 灵灵后来向家人和警方回忆说 事发前一天晚上九点左右 她跟妈妈洗书完了 上床就准备睡觉 突然呐灵灵就听见 这家里边有按打火机的声音 大大大 还有脚步的声音 灵灵呢 就小声的问妈妈 妈妈 是不是那个叔叔来家里了呀 说的那个叔叔就是屈某 母女俩呢 随后赶紧起床 在屋子里面看了一圈 也没发现人 之后啊 顾女士就把房门锁好了 把家里的窗户也都关上了 返回卧室以后 又特意拿凳子抵住了卧室的房门 并且卧室也上了锁 这么着 母女俩就睡觉了 一直到了凌晨五点半左右 睡得香着的灵灵 就被一声巨大的声响 给惊醒了 灵灵睁开眼睛 这么一看 那个屈某就站在床边上呢 灵灵啊 悄悄转过身来 小声的告诉妈妈 妈妈 那个叔叔来了 顾女士此时也已经被惊醒了 她呢 应了一声 随后 灵灵可就目睹了 这一辈子都没办法 忘记的可怕的一幕 遇害的时候啊 顾女士35岁 是四川省南充市高平区 王府井购物中心 一家美甲店的老板 她呢 早些年就离异了 跟丈夫离婚了 自己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 那么案发之前 顾女士和女儿啊 就租住在距离美甲店 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区里面 有时候呢 顾女士的母亲张女士 也会过来住上一阵子 帮忙照料自己的外孙女 据小区居民向警方反映 说这顾女士啊 为人处事不错 性格特别好 举一个例子吧 顾女士平时啊 总会带着女儿 到小区门口的一个店里边去买东西 那店老板就说 说那小姑娘啊 每回来了都叫我爷爷 临走的时候 都会主动的说再见 哎呦 把这小姑娘教育的是真好 真有礼貌 那么这顾女士跟曲某之间 又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俩呢 其实啊 是经过别人介绍认识的 后来彼此感觉也不错啊 就谈起恋爱了 有过这么一段感情 再后来呢 就分手了 顾某的父母 不看好这段感情 他们觉得这曲某不务正业 经过顾女士家人同事 以及邻居证实 顾女士跟曲某提出分手之后 这曲某经常的跟踪骚扰顾女士 为此顾女士 包括顾女士的朋友们多次报警 警方呢 也多次介入 但是啊 这个曲某那是屡教不改 2019年8月份的时候 曲某啊 给顾女士写下过一张两万块钱的借条 其中一万是顾女士刷pose机给曲某的 另外一万是顾某见曲某天天跟着自己 就分三次微信转账 借了一万块钱给曲某 那么曲某拿这钱干嘛 打牌 这曲某啊 天天是一点正事没有 一个顾女士同楼的邻居就说 在案发前三个月 有好几次都是晚上十一点多 又来家里玩的亲戚人要回家了 送亲戚的时候 把门这么一开 就发现门外啊 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的 后来呢 这邻居还跟顾女士聊起过这件事情 这才知道这个男的就是前女友曲某 是在这故意守着顾女士的 这个邻居啊 后来人也是好心热心肠 劝过这曲某 小伙子呀 你们都年轻呢 又是重组家庭 既然不开心 那就分了呗 你们分了 重新再找合适的 对大家都好 但是曲某可不管不顾 当时就跟邻居说了 你别管我们这个 据了解啊 就在命案发生前两天的下午 顾女士还曾经因为被曲某跟踪的事情 让同事帮忙报警 那天呢 是5月31号 下午4点左右 顾女士在工作微信群里发消息 说曲某在楼底下守了一天了 于是呢 两个同事就去家里边接他去 在楼底下 这俩同事可就见着这曲某了 三个人是一起乘坐电梯 到达顾女士家的那个楼层 同事这时候啊 偷着给顾女士发了一条微信 他跟我们一块上来了 你不要开门 过了一会儿 这曲某 看这门也开不开 乘坐电梯又下楼了 这样这两名同事才进了顾女士家里边 之后呢 其中有一名同事就帮忙报警了 当天下午 警方啊也派民警过来了 对顾女士呢 进行了安抚 并且留下了手机号码 回到派出所之后 民警给这曲某打了电话 对他进行了警告 进行了训诫 可不幸的是 两天之后 这悲剧还是发生了 这曲某啊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混蛋到什么程度 咱们再说 他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情 2010年左右 曲某的姐姐辛苦打工啊 累死累活呀 挣了十多万块钱 要还房贷 但因为在外边打工 回不去 让曲某帮着还款 可曲某干什么呀 拿着这笔钱 可没给她解还房贷 自己拿着就去花去了 2019年的时候 曲某的前妻 跟她是彻底过不下去了 就离婚了 在曲某杀害顾女士的前一天 曲某的母亲王女士 就感觉啊 儿子有点不对劲 为什么呀 这曲某平时可不是个孝顺孩子 可这一天呢 突然关心起了自己妈妈的身体健康了 还告诉妈妈 妈 我要是出了事 带两个孩子去乡下 当时啊 这王女士 就以为是儿子 是不是又欠了赌债 让人给追债呀 就问她 哎呀 怎么了呀 出什么事了呀 啊 你怎么突然这样了呀 可是甭管怎么问 曲某呢 也不跟她说实话 妈 你就甭管了 当天呢 曲某还给姐姐打了一个电话 说了 如果出了事 你就把咱妈接过去照顾 姐姐当时呢 也确实纳闷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成了这么个好孩子了呀 可是呢 也没过多的在意 那么曲某 为什么就一心一意的非要杀掉顾女士呢 18年下半年的时候啊 曲某和顾女士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 并且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 为什么说是情人不是情侣 因为各位 咱们刚才说了 这曲某是19年才跟前妻离婚的 后来呀 这顾女士呢 不想这么下去 就想分手 但是遭到了曲某的反对 曲某为了继续和顾女士交往 长期在顾女士工作地点 居住地点 对她进行尾随纠缠 甚至一次又一次的威胁她 你如果跟我分手 我就杀了你 就因为曲某的纠缠 顾女士本人 还有顾女士的同事 19年10月31号 19年11月11号 20年3月31号 20年5月31号 先后四次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进行求助 公安机关接警之后啊 都指派警察处理纠纷 对曲某呢 进行开导 批评教育 毕竟曲某没有干出来什么实质性的犯罪行为 你也没办法对她怎么样 你只能是教育她 可是曲某还是继续她之前的尾随 继续她之前的威胁 因为顾女士坚决要分手 曲某呢 就怀疑顾女士这是欺骗我了 背叛我了 是不是外面又有别人了啊 认为自己的离婚以及自己陷入债务危机 都是因为顾女士导致的 这样对顾女士是越来越恨 并且决定杀害顾女士泄愤 其实整个案子呀 我相信大家有一个纳闷的地方 这曲某是怎么进入顾女士家里边的 门锁的那么严实啊 甚至卧室的门都上了锁了 怎么她还是能进去呢 上期节目呢 我提了一个问题啊 到底这曲某是怎么进入顾女士的家的 2020年6月1号 曲某事先就在家里边准备了菜刀匕首 还有杀人之后逃跑所需要的一系列物品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这曲某带着这些工具 就到了顾女士工作地点进行守候跟踪 晚上8点左右 曲某发现顾女士下班以后 就来到顾女士居住的小区 并且躲在了楼顶天台伺机作案 6月2号凌晨5点半左右 曲某从楼顶就来到了顾女士居住的16楼 使用之前偷配的钥匙 就进入了顾女士的家里 把店员的总闸也给拉下来了 然后拿着菜刀和匕首踹门 就进入了顾女士和女儿玲玲所睡的房间 曲某啊就那么毫无人性的 当着玲玲的面 拿着菜刀匕首对顾女士痛下杀手 之后逃离现场 2020年6月3号 也就是案发第二天 下午一点左右 曲某呢 已经潜逃到了四川广安月池县 但是现在是什么社会了呀 你想跑那你能跑得了啊 被警方成功抓获 到案之后 曲某对杀害顾某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后来经过司法监定 顾某被锐气砍击刺激 致全身多处窗口出血 多脏气破裂出血 引起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事后啊 公诉机关指控曲某 犯故意杀人罪 寻衅滋事罪 面对指控 曲某还在那辩解呢 说我当时就只是想伤害教训他 我并不想杀了他 对于此前的四次报警 曲某也说了 不全是因为分手闹纠纷 我可从来没有威胁过他啊 我多次去找他 我们这是属于谈恋爱过程中的正常交往 谁家谈恋爱不伴嘴啊 我们这也是伴嘴 我没有滋扰过他 在法庭上 曲某也说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 对被害人的女儿玲玲也深感歉意 愿意赔偿被害人的家属 只是你看还有指示呢 没有财产和赔偿能力 这就是说我愿意赔 可是我没钱赔啊 那这事也就算了 辩护律师认为本案案发事出有因 是婚恋纠纷所引发的 一审的时候 法院审理认为 曲某不顾被害人不满八岁的女儿在场 持刀对顾某进行砍杀 造成顾某全身伤口达到五十六处 并且最终死亡 主观恶性大 犯罪手段残忍 社会危害性大 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曲某采用跟随威胁等方式 对被害人顾某长期进行滋扰 严重影响顾某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公安机关民警批评教育 还是不知悔改 到案之后 如实供述杀害顾某的犯罪事实 当情认罪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系婚恋纠纷引起 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那么各位您认为 这一次的审理结果 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2020年12月30号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寻衅滋事罪 判处屈谋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限制减刑 同时赔偿受害者家属 76万余元 在这儿啊 给大伙多岔开一嘴啊 说说什么叫限制减刑 所谓的限制减刑 就是只针对于 这种死刑 缓期执行的情况 那么限制减刑 是不是就不能减了呢 是不是缓期两年 这两年到了之后 还是要对他执行死刑呢 并不是 所谓的限制减刑 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可以减刑 如果说最终死缓 后来因为表现好 改判了无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实际的扶行期限 不能少于25年 就是你改判了无期了 你后来再改判 有期徒刑 最短最短 你不能让他 蹲少过25年的监狱 另外一种情况 死缓直接改判了 25年有期徒刑 这种情况怎么办 也限制减刑 他最短的扶行期限 必须要达到20年 也就是说 区某如果最终 按照一审的判决结果 来进行量刑的话 那么他最短最短 要做20年的监狱 这是限制减刑的意思 可是一审判决之后 顾女士的亲属 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满意 怎么就婚恋纠纷了呢 之前报了那么多回警 他杀了人之后 他都跑了呀 被抓住之后 实话实说了 怎么这个也给他减刑呢 随后顾女士的亲属 向南冲市人民检察院 提交申请 请求抗诉 检察院依法审查之后认为 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适用法律不当 量刑激轻 确有错误 南冲市人民检察院 刑事抗诉书的内容 提到了这么一段话 说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屈某 犯故意杀人罪 具有坦白情节 属认定事实错误 庭审中 屈某当庭翻供 辩称自己只是想伤害对方 并不是想要杀死对方 检察院认为 在有充分证据能够证实的情形之下 屈某不承认有杀人故意 不是对行为性质的辩解 而是对犯罪构成核心要件的否认 此外 虽然被告人屈某与被害人顾某 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但是案发半年之前 就已经分开了 被害人明确表示 不再和屈某交往了 而且屈某呢 还继续采用非法手段 对顾某进行纠缠骚扰 被害人报警之后 经过公安机关多次批评教育警告 屈某都口头表示愿意改正 可实际上不思悔改 继续进行骚扰纠缠 屈某故意杀人前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 因此引发本案是非曲直分明 被害人顾某没有过错 不存在因为婚恋纠纷引发的案件 对错难于判明的情况 而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情形 正因为有了检察院的认定 2021年12月3号 这起案子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 公诉机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向法庭提交了新的证据 包括受害人顾女士生前所居住小区 几十位居民联名请愿要求严惩凶手 顾女士的家属后来也说了 我们不要赔偿 我们绝不原谅希望严惩凶手 在2022年2月16号 也就是几天之前 新闻媒体啊 从顾女士父亲那儿得到消息 她已经在春节前拿到了二审判决书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屈某因不满顾女士不愿和她恋爱 并提出分手 为发泄不满情绪 产生了将顾女士杀害的念头 作案之前准备好了作案工具 逃跑所用的衣物 以及转移好逃离所用的车辆 作案时破门而入 当着顾某未成年女儿的面 伤害顾某至其当场死亡 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屈某的行为 给死者的未成年女儿的心理 造成了伤害 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手段极其残忍 罪行极其严重 依法应与严惩 此外 屈某对顾某长期进行自扰 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屈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这是坦白 屈某一人犯恕罪 依法应当恕罪并罚 在二审开庭期间 屈某的辩护人还指出一个情况 说屈某提到2020年疫情期间 在2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正是疫情比较厉害的时候 屈某和顾女士在酒店同住半个月 也去过顾某家中居住 建议法院对二人同居证据进行搜集 如果有就能够补强本案 是由婚恋纠纷引发的这一事实 但是判决文书内容显示 经过调查 二审庭审之后 公安机关调取了以屈某身份证 在南充市的宾馆开房记录 这个证据记载 屈某在2020年3月到案发的时候 没有在南充市区宾馆的住宿登记 所以没有证据能够支撑屈某的说法 二审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 屈某反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这个判决结果应该是大家都乐于看到的 但是这起案件对顾女士家人 尤其是对不满八岁的玲玲来说 所造成的影响 所在心里留下的阴影 是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消除掉的 顾女士的父亲 当天拿到二审判决书 回到村里之后 就领着玲玲带上判决书 到了顾女士的墓前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儿 案发之后啊 顾女士的父亲呢 留在老家村子里面务农 顾女士的母亲带着玲玲在南冲 照顾玲玲的生活起居 接送上下学 这件事情对玲玲造成的阴影太大了 本来玲玲性格是很活泼开朗的 很乖巧的 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呢 她不再喜欢和同学们玩了 变得反应很慢 注意力很不集中 学习成绩明显下降 现在玲玲啊 已经九岁多了 还不敢一个人上厕所 必须得人陪着 不敢一个人睡觉 有时候同住一个小区的熟人 帮忙把玲玲从学校接回小区 玲玲都不敢独自一个人上楼 必须要自己的外公外婆去接 其实每回说完这样的案子之后啊 我都很无奈啊 想着多说两句 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但是有什么可提醒的呢 以往总是会说 在感情之中 要学会及时止损 一旦发现对方不对劲 那么及时的和她分开 可顾女士人跟她分开了呀 她分不开呀 她在那死死的纠缠着呀 那么也会提醒大家 遇到这种极端的人怎么办呢 要更多的注意自身的安全 尽量的多和亲戚朋友同事 沟通自己的情况 必要的时候呢 让他们帮忙 可是这个案子 顾女士亲人朋友同事都知道啊 都帮她了呀 光报警报了好几回啊 不还是没用吗 除了这些我原来也提醒过 说实在不行啊 就报警处理是吧 报了呀 顾女士报了呀 可是警察又能怎么办 她在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之下 你只能是对她进行批评教育啊 就是我所能够提醒到的这些 人顾女士全都做到了 但依然还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这就是无奈之处 就遇到这种思想行为都极端的人 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了 所以在这起案件的最后 我依然还是要提醒之前咱们说的那一些 对吧 我们还是应该做到那些 尽最大可能的保护我们自身安全 如果这些都做到了 还是摆脱不了纠缠 走吧 搬家吧 换一个城市吧 那换个城市 他也能找到怎么办 那说来说去 似乎只能是 祝大家好运了 更重要的是 在一段感情开始之前 一定先要搞清楚对方的底细 一定要弄清楚对方的为人 看清楚对方的真面目 当然这背后还涉及到太多的问题 对吧 就像曲某这样极端的性格 这种极端的方式 他一定有着从小家庭环境的影响 一定有着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的影响 一定有着他从小到大 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这个呀 咱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探讨交流了 行了 这个案子呢 就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